DJ的航拍機 唉,在香港玩DJ的航拍機有甚麼好玩呢? 又不飛得遠 滴滴 早派DJ的官方已經更新的系統 無論是Mavic 2系列還是Mavic Air 2 在香港都終於可以走FCC模式 想飛到很遠都沒問題 為了防止高發射功率 會干擾到其他的通常設備 不同國家對無線設備的發射功率 都會有不同的限制 而FCC認證就是美國對無線電使用的標準 另外,CE認證就是歐洲使用的標準 一直以來 在香港飛的DJI航拍機都局限在CE模式 因為發射功率弱點 逃寸距離自然就比FCC短很多 像Mavic 2 Pro去到1200米左右就開始斷線 而Mavic Air 2在海邊飛 最進去到1600米 就簡直沒有Signal要強制返航 喂,玩得航拍,飛得那麼短,好沒人 不過妖身一變成FCC就不同了 Mavic 2 Pro的圖傳 即刻穩定很多之餘 距離都遠了 飛到4至5公里 Mavic 2 Pro的圖傳依然接收得非常好 中途完全沒有出現過Week Signal 又或者畫面不順的情況 比起用CE模式 起碼多了4倍的距離 不過大家就要留意夠不夠電 要轉到FCC模式就很簡單 幾個鍵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用Mavic 2系列 無論是Pro還是Zoom都是用這個方法 首先開DJI Go4 App 將remote連接到電話 然後開了remote同步逢拍機 記得電量一定要是50%或以上 之後就按上面的固件更新 開始下載 搞定之後就可以去圖傳設置到檢查一下 只要1km環線高於-90 4km環線高於-100 那就代表機已經轉了FCC模式 如果是用Mavic Air 2 官方就說只要在DJI Fly App update到Version 1.1.5就可以了 不過呢 就要點運氣搭救了 因為網上有不少用家反應 即使update都未必轉到FCC 我們就實試過用iOS版update 情況就跟之前的CE模式差不多 但之後用Android版 又反而可以飛超過2000米 整個過程的圖傳和操控甚至是很穩定 所以我們都不肯定自己是用什麼模式 這個System問題 希望DJI可以快點解決 但撇除這件事 用FCC模式距離遠了 好玩了 可以拍多些鏡片之外 我覺得最好可以提高安全性 所以如果未update的人 就快點去update 快點來 換生活 樂科技 暗話-K 再見 再見 再見